爸爸我回来了 爸回来了 今天在学校都学啥了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一篇故事 什么故事啊 司马光砸钢 嗯 给谁压钢砸了 哈哈 不是爸爸 司马光砸钢 你同说那小钢砸的 你都没动手啊 有人 你砸个钢那啥呀 那钢着急惹你了 你能闭嘴吗 我闭什么嘴啊 你没听着好要砸个钢啊 不是爸爸 司马光砸钢 它是一个故事 是告诉我们 要激动生智 遇到困难要淡定 你听不懂人家 现在还要胆儿多大 啊 砸完硬钢还要淡定 你可逼你了 我逼啥子一样 就像你关那耳朵 慢慢就要砸人车呀 你管你管 哈哈 儿子太学啥了 还学了一个历史啊 火烧原明园 哦 火烧原明园 不是刚砸完硬钢 又给啥玩儿烧了 又给谁烧的啊 啊 你干啥去 你上学去你干啥去了 啥玩儿又给烧了呀 爸 火烧原明园 你学校前面里边都让你烧了 你脸的火啊 有没有别人 那菜是不是都烧没了 菜都烧熟了 等你去喝酒呢 我没喝过酒啊 那学校太太多 我还能上学校喝去啊 不是爸爸 火烧原明园 视频历史 他是告诉我们 五万国持自强不齐 你往哪西啊 那虎都不知道 找多大的 你能熄变他了 你能闭嘴啊 那寒冷一天 能让你关了上天的你 一天啥也不懂 你个寒冷 你家伙啥呀 你赶紧上这个书店 买两本烧烧烧烧吧 好 好